大家好,我是一心 昨天我刚从西瓜视频这边发了那期 关于近几年我们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套路和骗局那个视频 今天早上我在刷头条的时候 头条可能就根据这个大数据推算 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的新型的诈骗片书 我看完以后啊,就让我这个脑瓜嗡嗡的 我真的觉得是这些诈骗团伙 这些诈骗犯啊 真是绞尽脑汁的在各种社局 然后欺骗这些普普通通善良的老百姓啊 然后他们这个骗局啊 可以说啊,主要的这个针对人群 是一些在网购的 一些这个相对文化词词偏低的一些宝妈 然后再一个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 没有多少访判意识的一些老人 所以我决定啊,还是出一集专门这样的视频呢 能够把这个骗局的来龙去脉给大家讲清楚 希望能够有缘分,划到这些视频的伙伴们啊 能够提高警惕,警方上当 他这个被骗的这个主人公呢 是一个全职在家带娃的一个 没有任何收入的一个二太太宝妈 因为他没有收入呢 他的家庭开销一切都指望他的老公啊 但是他的老公一个月只挣三千多块钱 有两千多块钱去拿去已经还房贷了 也就是他们家里这个日子过的捉紧见肘的 而这个宝妈呢 平时也不敢大说大叫买东西 这次收片仅仅是因为在网上买了一个十九块钱 给孩子买了一个衣服 买完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呢 他收到一个号称是厂家客服打来的电话 说他这个衣服呢 这批衣服的这个质量呢存在问题 然后呢厂家准备给这个买家呢一定的赔偿 然后这个宝妈当时接到这个电话就一听 心里还觉得这是个良心商家呀 还很高兴 然后呢就嫁了这个客服的微信了 结果经过协商呢 他说这个客服说厂家呢会给这个买家呢 给他们的账户上软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以做赔偿 这个宝妈当时觉得心里还挺沾沾自喜的 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号给了这个客服了 结果呢没过多长时间呢 这个客服卡一下截了一张图片 一个截图发给这个宝妈 说这个财务已经把钱转过来了 但是啊这里就骗局开始了 说我们财务一时疏忽 给你多转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是在探路 就是看这个宝妈有没有这个银行短信提醒 可悲就可悲在这里啊 这个宝妈呢 他的手机银行没有开通任何的 这个收支的这个短信提醒 他也不知道这个钱有没有转过来 但是一个善良和没有任何防备之心的宝妈呢 他这个时候呢居然相信了 选择了相信啊 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因为太无知 太善良造成的这个一次一次被别人当成韭菜来收割呀 所以说呢他就相信了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科夫就说 那你看我们财富多给你转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转回来啊 然后我跟你一个收款码 你再给我们转回来 那这个宝妈就心想我只花了十九块钱 然后这个良心商家已经把这个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这个赔付扒给我了啊 他多打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我肯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人家 你看多么善良 多么无知的一个 那个闲良收的的一个女人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啊同意了准备给这个商家呢 转钱 其实他的银行卡里啊 只有四千块钱啊 他没有背并没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但是可悲就可悲在这里啊 大部分人的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都绑定了自己的信用卡 或者是支付宝花呗啊 所以呢这个宝妈没有任何防备的 就给这个二维码扫码去转款啊 转了以后呢 转了第一个九千九百九十九以后呢 然后这个客服呢 没有任何底线的这个片 就跟他说哈 对不起哈 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你的转账 这个宝妈呢 没有任何思思索 也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收到那么我继续再给你转 他以为是因为网络卡对 没有给他转成功 继续给他转 结果这么一翻来覆去 一转给他转了十几次 从本来银行卡里没有多少钱 通过这个支付这个转账啊 连续给他转 转了十几次 把他信用卡能透的这个钱 全部给他转过去了 前前后后一共给他转了十四万多 什么概念呢 就直到这个宝妈 他信用卡里一分钱也透不出来 直接透不出钱来了 这个骗才罢休 可以可以说啊 这个骗的这个时候都已经发现啊 他实在没有 没有这个钱可以骗了啊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干嘛呀 就消失了 拉黑了啊 这个整个这个骗局的这个 前前后后就这么着完事了 直到发现把他拉黑了 这个时候宝妈才恍然大悟 发现自己被骗了 可是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报警也无济于事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有疑问啊 就是这个骗子是怎么知道 这个宝妈花了十九块钱买了个衣服呢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前几期我也出了一期视频 专门说这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多可怕的 这些掌握我们任何行踪记录的这些平台 他们很多都是无良商家 把我们这个信息数据 一遍一遍的卖给一些有用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吧 你在这一家网店里面买了一个衣服 买完以后可能会有相同的商家 把相同的衣服 差不多类型的衣服会推给你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一家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 接二连三会收到很多的银行 给你发的短信告诉你 他们也能办信用卡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一个网贷机构 借了一个网贷 接二连三会有其他的网贷 同样给你推送这种短信 或者说在互联网平台 任何你浏览的网页 都给你推这种网贷的这种广告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大陆数据时代的 一个可怕之处 我记得曾经在曾世强曾老的一期视频里边 听到这么一句话说 曾老说我们现在依赖于科技技术 但同时我们可能也受害于这个科技技术 大家就想就行 我们这么多年 不管是城市也好 农村也好 不管是高学的也好 还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也好 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习惯于网络 互联网这个生活 买东西 交际 对不对 填报任何资料 做任何的登记 好像我们每天都跟这个互联网 就是已经密不可分 没有办法脱离 但是实际上这个互联网发展 这个飞速发展 甚至是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 就是脚脚落落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 就防范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骗子 会依靠于什么样的一些漏洞 然后设一个局来欺骗我们 就可以说 就是自从有了互联网生活 自从进入了这个互联网时代 我们老百姓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时间 充斥在这种骗局当中 各种各样的套路当中 因为有很多这个 就是说居心不良的这个人 他们专门就是在研究 如何设个局专门骗你呢 所以我们就像我昨天那期视频里边 讲到的一样 为什么我们这个生活的互联网时代 的这些老百姓越来越不快乐 越来越复杂 人性越来越复杂 就是因为我们科技进步 发展到今天必然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 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些漏洞 我们还没有发现 没有觉知 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 把它一一的就给它堵上 出这些视频是想提醒老百姓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 生活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包括现在大数据杀熟 我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个话题 就是大数据杀熟有多可恶呢 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个机票吧 你搜了一遍这个形成的这个机票 然后你又搜第二遍的时候 这个价格又可能呼一下给涨上来了 他会他就会告诉你 已经没有几个作品了 抓紧让你去买 这就是大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 叫什么一个饥饿营销 可不可恶 所以说你越在这个平台上搜 你搜的这个次数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购买的这个价格会越高 大数据 这就叫所谓的大数据杀熟 是不是非常的可恶 非常的恐怖呀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防不胜防的一个 方方面面 全部都是充满各种套路和骗局的一个时代 想要不上当 真的是挺难的 真的是挺考验我们智商的 希望我们以后吧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提高警惕 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在脑袋里边多答几个问号 多去思考几个为什么 才能减少降低我们上当数据的机会 好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来自大自博的一心 喜欢我记得点关注